12月18日王力宏的离婚大瓜传得沸沸扬扬 当天下午据台媒报道王力宏的渣男行径被曝光后 昔日同门师妹张其伦也来捕刀了 曝光了当年二人的亲密互动引发网友热议 张其伦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文的第一句就是怒呛王力宏 还好我嫁的不是你 张其伦回忆到他与王力宏相识那年自己才16岁 王力宏22岁 当时王力宏刚嫁盟索尼而他是索尼的新人 那年王力宏得了自己的第一座金曲奖 张其伦非常替王力宏感到开心 演唱会之后他被王力宏带到了后台湾 王力宏还说要写一首歌送给他 言辞相当暧昧 在得知了王力宏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后 张其伦发出感叹 还好我们终究无缘 还好我现任老公比你好一千万倍 对于王力宏将自己的优质偶像形象活成了渣男人生 张其伦只是说愿意从此安好保重了 为了证明自己与王力宏是同门师妹 张其伦还晒出了昔日的铜框合影 照片中的两人十分青涩 王力宏还将手搭在师妹的肩上 露住了当时还只有16岁的张其伦显得相当亲密 在李静雷的爆料中 当初他也是在16岁的时候被王力宏要电话 两相对比 王力宏的渣男行径在天时锤 在评论里有熟悉张其伦的朋友留言 我还记得当初你很喜欢王爷 张其伦苦笑着反问道谁不爱 另一位好友责问张其伦 昨晚就想问你 跟他吃牛排时有跟你约吗 言外之意是张其伦除了被王力宏带到演唱会的后台 还在私下跟他约过一起吃牛排 勾搭之心一预言表 张其伦的回答也很隐晦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是 一言又止的 更加勾起了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还有网友替张其伦感到庆幸 险些成为王力宏的棋子 直探好可怕啊 网络上关于张其伦的资料非常少 某百科上只显示了他此前确实是索尼唱片的艺人 曾参加过第二届超级偶像的比赛 获得了第十名 从张其伦的社交账号上来看 他近几年已经淡出了娱乐圈 但依旧在唱歌 他不是在各地跑商演 就是在酒吧婚礼助唱 离开演艺圈的这些年 张其伦早抛开了前尘往事 嫁给了一个在他眼中比王力宏好一千万倍的丈夫 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张其伦这次说出来应该也是想让外界看清王力宏的真面目 只希望王力宏能够真心知道悔改吧 保重 近日 王力宏在分手声明中提及 静雷和我的私生活很简单很单纯 所以不会再回应任何媒体 然而只是短短两天 这个刚结束的前任就在社交媒体上爆大料 其中涉及到王力宏婚前套路女性 婚后出轨 嫖娼 私生活混乱等等 信息量超级大 惊呆了全网 当然 作为多年来的优质偶像 2021年度 他方男明星的年终总结者 他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事中 网友们最关心的还是嫖娼事件 王力宏最早嫖娼被拍到 是在2012年 当时他与一位打扮性感的韩基女性举止亲密 并且两人还一起进入了王力宏的家中 随后 这位女性还被媒体追问 让人意外的是 对方并没有否认 反而大方表示 曾与他共处一室 2016年 著名狗仔卓伟 爆料王力宏嫖娼 并且提供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不难发现 他与女子是刻意保持一段距离的 而小区的保安也透露 王力宏会经常带着女孩子回家 有时是一个小时 有时会待一整晚 而根据记者透露 进入王力宏家的女性 大多是一些成熟的性感女人 并且王力宏都会使用化名 曾有一位女生 在进入王力宏的小区前 用不太清晰的中文与保安交涉 说自己要上去找周先生 然而保安很疑惑 因为这栋楼并没有周先生 随后他打电话给王力宏 而王力宏似乎早知此事 直接对保安说 放心 你以为就这两三次吗 并不 12月18日 台媒突然曝光了疑似王力宏在美国嫖娼的细节 据知情人透露 当天王力宏是下榻在某高级酒店 并且是通过短信招票 短信中 王力宏要求女方在到达酒店后 告知前台工作人员 她事先给到的化名张先生与房间号 这就意味着女方必须通过类似的密码 才能进入王力宏的房间 聊天中 女方也曾要求王力宏能在酒店门口接她 但王力宏以酒店中有自己熟悉的人而拒绝 这也能看出王力宏的小心 最为关键的是 聊天记录中被遮盖的手机号码经过台媒验证 确实是王力宏的手机号码 随着该事件的逐渐发酵 当年作为揭发人之一的卓伟也下场表示 当时王力宏是优质偶像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而且她也希望王力宏能浪子回头 但看到李静雷的长文 她表示自己对王力宏很失望 最后还送了一首诗 给了李静雷女士山盟海誓恨匆匆 良言却是一场空 沿东南党春雷战 真相终显岁月中 有意思的是 卓伟在文章中提及到狗仔摄影师葛思奇 也随后露面发出长文 表示自己九年前发现王力宏嫖娼事件 说出来却无人相信 而且她还表示 依自己的社会新闻经验 判定王力宏有招嫖倾向 最后她也对李静雷的告发表示了感谢 该记者还透露 王力宏曾经威胁过小区的安保人员 要求他们不允许透露风声 而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中 远不止嫖娼这一种 再比如出轨 翻看李静雷的长文中 她曾提到过 王力宏在一次演唱会后便消失了 最后发现她与其他女性狂欢 而这位女星也曾在王力宏的生日时 发裸照庆贺 还在NS上称王力宏为红红后又删除 综合这些线索 网友们扒出 白兔妹妹尤米就曾发NS称她为红红 2013年王力宏的上海演唱会庆功宴时 她也在唱两人之间的亲密照 就是在这场演唱会上 在王力宏宣布离婚的第二天 就又自称是优敏的闺蜜 爆料她出轨 这位知情者透露 早在王力宏与李静雷交往期间 就已经出轨了优敏 并且王力宏见优敏只是约炮 原本优敏以为王力宏是受了情伤 但却并不是王力宏宣布结婚的时候 优敏一度很伤心 但却放不下 在王力宏婚后一直与其保持暧昧关系 知情者也是看不惯王力宏的渣 才选择爆料 对此12月18日清晨 白兔出面成亲 晒出报警回职单 并配文称 人言可畏 众口硕金 预言会杀人 以表明清白 没想到李静雷十分强势 果断回应白兔 请把警察联系方式给我 我提供证据 有意思的是 在双方的评论区里 网友们的态度可是话锋大转 在白兔的留言区中 网友们调侃到 上一个报警的把自己报进去了 而在李静雷的评论区中 则是支持圣遗骗 无数人都表示 姐姐我们都支持你 还有李静雷也曾提到 王力宏有个已婚 有小孩的炮友 还曾一度违反法规 也要飞去他家聚会 还记得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王力宏曾不顾防疫规定 与徐若萱范伟齐黑人夫妇聚会 还曾被台北市卫生局 处罚了1万元新台币 网友们表示 这个炮友可能就是徐若萱 因为早年的时候 王力宏与他就在合作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歌中传出绯闻 在康熙来了上 小S就拔挂过两人的绯闻 还爆料徐若萱有王力宏加钥匙 更劲爆的是 往期徐若萱上节目的时候 还曾被小S问及周杰伦 王力宏二人选一个发生一夜情 会选谁 徐若萱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王力宏 而他给出来的理由 这样媒体写起来看起来比较没事 不过也有台媒表示 曾收到自称是徐若萱邻居的知情者爆料 王力宏多次深夜来找徐若萱 但具体真实性如何尚不确定 目前徐若萱也在网络上公开表明 将对不时报道诉诸法律 目前网上传出来 关于王力宏的消息有很多很多 但至今王力宏都没有回应 相信这件事到现在远没有结束 静静等待后面的剧情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